老師 第四張專輯 你寫了《台南》 這張專輯也讓您得了金曲獎 可不可以跟我們台下 《台南》這張專輯 好多精彩的歌喔 這一張專輯是剪來的 怎麼說呢 我原本應該要先發 我現在正在做的專輯 但是那個編曲 就他媽咪 其實我徒弟 他編了八年還沒編好 因為他覺得一定要編得很好 才對得起我 老師他壓力很大 編了又否定 編了又否定 但是那麼久沒發現 我自己也有公司 我就覺得這樣不太好 我就把這些年 寫的歌看一看 猛然發現我怎麼寫都是台南 真的是猛然發現 那時候寫詩歌的時候 寫的 然後這鳳凰花在爭取 釋花的時候寫的 就很多歌都跟台南有關 我就想說 好 再多寫幾首 湊成一張專輯 然後那時候的專輯也不叫台南 對 可能叫南方什麼的 後來覺得南方什麼就很假文青 就叫台南 裡面有一首歌叫做《走》 老師聽說這首歌花了你很大的力氣 真的去走 算是很長的時間 我走了半年 走半年寫一首歌 對 因為那時候要選詩歌 對 我在台南也待了一陣日子 然後我又是音樂人 自己覺得是音樂人 應該幫這個城市寫個詩歌什麼 如果可以選得上的話 然後就買了地圖 把那個時候的台南市 每一條路都走遍 忘了半年 然後寫了歌 雖然沒有被徵選上 但是覺得 那首歌真的是我覺得台南的味道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慢 那個舒服不是刻意的 是長久累積在這個城市裡面的一種呼吸 好 大家就這樣子 謝謝老師 好 請唱這個 請唱這首歌 請唱這首歌 要打 exploit 馬上走 慢慢來 經過年輕的тив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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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谢谢老师 好好听 谢谢 它是一个舒缓的 感觉在走路的 那种舒服的心情 就是慢慢的 老师 你觉得台南 最迷人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人跟 整个城市的 一起的感觉 比如说台南市有 大概三四百年的历史 不断的有不同的人 进来这个城市 比如原来是很多希腊雅族 慢慢的 河南人来了 汉人来了 日本人来了 然后又在清朝末年 有很多洋行 因为台湾靠贸易 在四百年前就很有名 一六二几年 就很有名了 这堂是全世界产量第一外销 在那个时候 然后洋行很多 清朝末年的时候 开港 都是外国人 安平简直是联合国 就这样的城市 它有太多的历史 所以台湾人有一种 很放在里面的骄傲 一直沉浸在一种 慢慢的呼吸里面 所以我是走也好 老城门也好 都在描述 如果这个城市 对人的态度是什么 那人的态度 会再反映回来 有缘无缘 大家来作会 小酒喝一杯 好打人